老師,我經常聽說有上星星座,月亮星座 其實是怎樣分的? 以及怎樣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是代表什麼的? 其實在尖星上面,我們有一些比較個人化的計算 就是要根據你的出生年月日時間地點的經緯度 去輸入程式裡面,然後就會有一個你專屬的個人星盤 上面有很多資料,你剛才所說的是一些很基本裡面的資料 包括了太陽星座,月亮星座和上星星座 太陽星座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個部分 即是說你出生的時候,太陽位於哪個星座 譬如你是珠女座的,那你就是太陽珠女座 就是你出生的時候,太陽剛好是珠女座 就是這個意思,那代表什麼呢? 太陽,因為它是有光,所以它是代表了你自己怎樣去發光發熱 去表現自己,展現自己是一個什麼形式 什麼人,或者有什麼潛能在裡面 即是外在形象? 又未必去到外在,而是你真實的你 你是受別人去尊重,譬如受別人認同的 或者別人見到你,覺得你很聰明 這個就是你的太陽星座所代表的東西 就是一個比較基本的你,你可以簡單理解 然後上星星座是什麼呢? 上星星座就是一個學,真的一個學 每一個人,當你去認識一個新的人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種第一的印象 所以上星星座就是這種所謂第一的印象 就是一個比較外表化的 我未跟你很熟悉的時候 你給我那個所謂的印象 你都好像什麼呢?譬如你去見公 你去見公,那你第一次見那個 跟你面試過的人 那那個學就是你的上星星座 所以當你搞好你的上星星座 你見公是好一點的 或者相體會好一點的 如果當別人有足夠的時間跟你去交往 去了解你的時候 那就慢慢才會見到 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太陽 第二部分呢,再深入一點就是月亮 因為月亮是代表內心的情緒 內心的情緒你不會經常失機無神拿出來給別人看 是一些你比較熟悉,親近,或者你比較信任的人 你才會把你內心的世界 或者內心情緒去展現出來 那就是月亮的部分 所以每個人最基本就有這三個東西組合 看看這三個的配合是怎樣 有時候有些很有趣的事情會發生 譬如你說你是處女座的 那太陽處女座做事是很有條理和很踏實的 我不是的 你不是的,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你告訴我 你上升升了是白羊座 白羊座做事是很快很心急的 而且是一鼓作氣憤一聲就做了 我經常都很衝動 什麼都要急,快點快點 所以其實你好像有兩個部分 譬如我見到你第一次 原來你做事是很快手的 那這個就是白羊座 但是原來認識你合作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會見到原來你處女座的部分 譬如你做事是很仔細 或者你是很有條理的 那就是你處女座的部分 但是如果假設我和你再深入認識 你開始有些情緒或者內心世界 可以展示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見到你月亮的部分 月亮的部分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就是喜歡玩 或者是很有創意 而且是挺有娛樂性的 說話挺搞笑或者挺幽默 也是的 但是這個就跟你處女座很不同 如果譬如我不是跟你很熟悉 我只見到你處女座的部分 就覺得這個人其實也是工作狂 或者挺踏實 但是原來認識你 原來你個人這麼過癮這麼好玩 就是你獅子座月亮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些不同的星座的展現 在不同的情況下 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下 會表現某一部分多些 譬如你覺得自己不太處女座 因為為什麼 譬如月亮是你日常生活 你都會展現出來的 那你可能每一天上班下班 或者跟你那些朋友聊天 去玩的時候 你比較膠心一點的時間 你的獅子就會出來了 所以你會覺得 因為你很熟悉自己 你會覺得 其實我個人是會經常去玩 或者我個人都大癲大廢的 所以就不覺得自己很處女座的部分 那其實就是 你展現了月亮獅子的地方 明白 但是平時 譬如你工作的時候 因為太陽是表現出你的潛能 是一些你可以 認真一點的 或者叫做 人家會注意到你的部分 那可能人家注意你的部分 就是 可能你個人做事 都是挺有條理 或者是挺投入去工作的 那就是你處女座的部分 那通常我們去計算運程的時候 我們會同時間用你太陽星座 和上星星座去看 那所以最好 如果你去閱讀這些運程的時候 那可以兩個星座都兼看 那所以大家看十二星座運程的時候 記得看兩個星座 對你們我們います 危險 五齒 五齒 台北 五齒